第2賽季開始了 新的地圖海島圖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這個海島圖跟最初泰福封測室的海島圖 是不一樣的喔 OK 而三種背包 分別就是地圖右邊 滑翔印 自行車 勾索 而個人目前用自行車的比例 是比較多的 畢竟他的特技 真的是非常的帥 好不好 好 我們回歸正題 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講一個 我與男性戰友的故事 在一個火山即將來臨風雨交加的傍晚 我與一名男性戰友 正在收遍這個村落每一棟的屍宅 就是為了村活回到家去 進到了一棟屍宅 看到了主人收藏的機槍 PKM 正是無限法則的新槍 7.62的子彈 100發的彈夾 裝彈久了點 這把機槍是不用裝任何的配件喔 利用鐵瞄掃射 威力失足絕對讓敵人迅速倒地了啦 邊收邊想 這雨什麼時候會停啊 騎著我最拿手的自行車 不畏風雨高速行駛 騎到一半兩位居民就在眼前 拿出我的機槍 啪啪啪啪啪 呃好像不行 趕緊換上我的M4A1 躲在樹後啊 是可以啊 但你們兩個都想要躲啊 那就沒辦法囉 一定肯定啊 會有一個小聲劇會露出來啊 將他擊倒了 趁著另外一個人 正在扶他隊友時 往前邁進啊 喔 另一個人 順利被我的男性戰友給淘汰了 在這種雜草重生 風雨交加的傍晚 想要看清楚人啊 真的是需要強化自己的眼睛啊 好不好 本來啊 我與男性戰友快樂的 騎著我們的自行車 但 看見了 干擾我們的群眾 竟然把我戰友射到在地上爬 不忍心的我 決定 將他報仇 拿起四倍鏡 瞬間擊倒了一鳴 找尋命運位的蹤跡 看到了 馬上換我的紅點 進行掃射 將他給淘汰掉了 趕緊拉我的男性戰友一把 在這個黃金時段啊 對著他說你要撐下去啊 對他做了一百次的人工呼吸 他 終於起來了 我與男性戰友 又再度會合了 我們的約定 就是離開這個戰場 雨終於停了 但火山即將來臨 突然看見了居民 對他開了幾槍 讓他躺在火山裡 一定會很溫暖的 在這個 藥高不高藥低不低的石頭 彈跳了幾下 被擊殺到了下面 趕緊叫男性戰友 幫我人工呼吸 他叫我 撐下去 對我做了兩百次的人工呼吸啊 就是希望 我能 繼續與他 奮戰 而我呢 載度 爬了起來 心想 就是要解決他們啊 本來沒看見任何的蹤跡啊 直到男性戰友繞到左邊 才察覺了他 不幸的 離開了我 沒有任何的心跳 我對著天說啊 我 絕對幫他報仇 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看見了 不畏火山的勇敢居民 飆著腳踏車 衝了出來 把他從腳踏車 打了下來啊 心想 肯定還有位 不畏火山的勇敢居民啊 剛想完 就看到了一位女性居民 對著我開槍 雖然不忍心解決他啊 但是為了我的男性戰友 還是得 將他除掉 時間所剩不多 來自火山的救援直升機 即將到來 火山救援直升機 已經到來 警方不斷地向我揮手 我離警方就這麼近 我卻上不去 加上我還有四位居民 都想要離開這裡啊 忍著痛 往前邁進啊 溫度越來越高 衣服捨不得脫 比死亡就正在倒數了 看到了一位居民 給我躲在樹後 我還不教訓他 擊殺了他 來自體內的腎上腺素 再度爆發 趕緊幫自己 插一根針 治療傷口 想起 我與男性戰友奮戰時 我們都能夠 互插 啊不 互插針啊 接著 奔跑的過程 再度看到了一位居民 向我揮手 我卻不領情 擊殺了他 戰場上 就只剩下我與另外一位居民了 他不出來 我也不出來 就是看誰補爆多能夠撐住啊 我一直對那個方向開槍啊 就是希望能夠打到他啊 但不如預期的 一槍 都沒能夠打到啊 在絕望的那一撒那 看見了對方先行一步 最終啊 雖然拿下了第一名 但也無法離開這裡 唯一的好處啊 就是去見我的 男性戰友啊 好的 故事結束了 那我們這一次的RE 日常短片 就到這邊結束了喔 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點個喜歡 那麼要關注我之後的日常短片 那你要記得點個訂閱喔 那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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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夥寫 我們不打致 我們不打 에�し 我們不打開